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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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他那一天呢,就 鑽在他的書房裡頭 整天,他不是那天,他就回去之後 一回到家鄉,他就鑽在他那個書房裡頭 叫做二月樓,他那個書房裡 家裡人忙忙碌碌,都能準備這個 洗事,辦洗事 你要結婚,得要理髮,他也顧不上理髮 到處找他,把他叫出去,理髮去 要洗澡,他還在那書房,在那看書 又把他叫,丟了出來,就看 新娘子的花轎,準備了 要去,坐著花轎去 花轎外面吹鼓,上去鞭炮,都想到處找人 找不著,結果一找,還在書房裡 在住的這一段,和後來在這個 南京啊,青島啊,在一起住的時候 我母親,對我父親非常照顧,非常關心 中間又有這個孩子,非常 都有人可信,心愛 慢慢慢慢這個感情 小家庭,這個溫暖,慢慢的都就起來了 當時有一些人呢,都在北京的呢 像朱湘啊,還有其他 徐志摩他們這樣一些人 還沒有結婚 我們父親呢,有家 我母親在 所以呢,很自然就到我們家來聚會 聚會嘛,就談詩,研究詩,朗誦詩 就變成一個小的俱樂部一樣的那種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母親幫助出來 因為她自己也是見過世面的人 也知道怎麼樣接待客人啊,怎麼樣的招呼啊 在家裡的小孩在中間,大家很心愛 你也鬥一句,她也鬥一句 所以這個家庭溫暖,氣氛非常好 我母親,我父親也感覺到 這個時候真正是享受到家庭的溫暖 夫妻的恩愛 我母親也很高興 說這三年,結了婚三年 一個字也見不著,通不了心 現在有些話都可以跟我父親講 所以這麼一種情況之下 感情慢慢越來越好 他們先後又有了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 《娇妻愛女天倫之樂》 此時的文一多變成一個十分熱愛家庭的人 她對好友談起自己的感受 世上最美好的音樂和享受 莫過於在午夜間醒來 靜聽妻子兒女在自己身旁 這輕輕的、均勻的、含息聲 在《文一多拳擊》中收錄著一封 題為至高孝珍的感人至深的情書 親愛的妻 這是他們都出去了 我一個人在屋裡靜急了 靜急了 我在想你 我親愛的妻 我不曉得我是這樣無用的人 你去了 我就如同落得破一樣 我什麼也不能做 前回我罵一個學生為戀愛問題讀書不有力 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樣 我的心蓋 我親愛的妹妹 你在哪裡 我母親在世的時候 就不讓我們看這個戲 別看別看 後來朱自清說 這有什麼 這才能真正地反映文先生對夫人的愛 所以朱自清選那個 文一多拳擊第一次 不是這個拳擊 十八年 編的那個文一多拳擊的時候 就把這封戲 要選進去 幸福平靜的生活被盧古橋的槍聲打破 被躲避戰火 清華北大和南開組成了臨時聯合大學 輾轉南遷 兵荒馬亂生死難料 高校真自然希望一家人能守在一起 可此時的文一多卻決心要與學校共進退 於是夫妻間 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冷戰開始了 江崙呢她是早上 所以半夜起身要趕到那個碼頭上去 半夜裡頭我母親 我父親起來 要跟我母親說我要走了 我母親不理她 臉朝裡不理她 都去 最後我父親說 看看這個孩子親一下 母親還是不理她 母親還是不理她 尤其那個孩子也不理她 結果我父親心裡很難受 我說你看 我現在這麼個情況之下 要走了 我就走了 你都得 不說送我吧 你起碼看我一眼 最後她說自己都要掉眼淚 說我 你老不給我寫信 我這一路一走 我到昆明去 我都兩個月在路上不行 我都見不到你的信了 你好狠心 你也給我寫一封信嘛 我母親還賭氣 就是不給她寫信 畢竟高孝珍只不過是賭氣而已 她何嘗不再實施掛念著遠行的丈夫 但她不知道我一多走到了哪裡 只好把一封封回信寄到了昆明 有三封信 哎呀好高興 我今天要多吃一碗飯 冷戰結束了 高孝珍帶著孩子們一同到了昆明 時局越來越緊 供應越來越差 文藝多一家更是因為人口多負擔重 陷入了極度的貧困之中 為了貼補家用 文藝多在著書授課之餘 竟然要掛牌致印 夜深了 勞了一天的丈夫仍在燈下辛勤勞作 這時高孝珍會悄悄地為丈夫送上一杯熱茶 和一塊連孩子們都捨不得吃的點心 文藝多的西煙是十分有名的 在清華園裡就流傳著文先生上課黃昏後 處辭紅細胞的媒談 但現在紅細胞沒有了 大前門也沒有了 那些紙卷的劣質的汗煙 嗆得文藝多 咳嗽不止 我已經看到這個情況之後 心裡很心疼 說他一生就這麼一點嗜好 想抽點煙都抽不成 後來我們就說我來給他做 他把這個汗煙葉子 挑這個好一點的 嫩一點的那個汗煙葉子 回來之後自己噴一點那個酒 噴一點香油 再撒一點糖 把那葉子揉 揉一揉之後啊 把刀子慢慢地切 切得很細的煙絲 這樣的話呢 給我父親做成煙絲 文藝多從此便吸上了 他那著名的煙斗 1946年7月15日 作為中國民主同盟委員的文藝多 在李公浦先生的追悼大會上 發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講 當天下午 文藝多被特務暗殺在自己的家門外 當高校正扑向文藝多時 他的身上沾滿了丈夫的鮮血 文藝多犧牲後 高校正領著兒女們去了解放區 多少年過去了 每到除夕之夜 高校正總會帶著孩子們 在文藝多的遺項前 放上一副碗筷 一杯酒和他那心愛的煙斗 1983年 高校正病逝 1996年11月 高校正的骨灰河 移葬到了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葬在了文藝多的身旁 正如情書中所說的 五線譜是偶然得來的 你也是偶然得來的 但願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這番純情的表白 不是出自一個情鬥初開的學生 而是出自已故的著名作家 王小波之手 接受這份情書的呢 自然是他的妻子 著名的性學專家李銀河 王小波出生在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家庭 因為全家在政治運動中屢遭劫難 小波的出生給父母帶來了一絲欣慰 小波的青年時代路途坎坷 很早就到了街道工廠當了工人 年紀老大才考到人民大學去學經濟 以後他開始寫小說 才華橫溢的作品 引起了當時在報社當編輯的李銀河的注意 當時一看這個小說的時候 就感覺到有共鳴 就是跟他的那個思路啊 因為文如其人嘛 就是從那個他的小說裡 可以看到他這個人 他怎麼想的 他的一些 他的才氣 與王小波同歲的李銀河 青年時代要比王小波幸福許多 他先是順順利利地考上了大學 上了研究生 然後又到報社當了編輯 一次偶然的機會 在朋友的聚會上 李銀河第一次見到王小波 當時我就留了點心 我就想看看這個小說的作者是個什麼樣 一看之下是覺得真是夠難看的 李銀河嘴上說歸說 可幾次與王小波見面之後 心裡卻有一點異樣的感覺 阿波知道 這個叫小波的男人 日後註定要在中國文壇上掀起大波大攔 有一天 王小波來到李銀河的辦公室 看著對面的李銀河突然發問 直接了當的他就問我 他說你有朋友沒有啊 當時我不是正好沒朋友 然後我說沒有啊 他說你看我怎麼樣 這個當時反正把我讓我夠吃驚的 反正覺得這個人挺有意思 就是不是那種很俗氣的人 就是要是很俗氣的人 會弄很多伏筆啊 什麼慢慢的然後再提啊什麼的 他是非常帥真的 王小波出乎意料地拋了一個繡球 李銀河雖然慌張 卻也一把揭在了手上 從那以後 李銀河不斷收到王小波的情書 當時他就後來買了一個那個五線譜的本子 然後就寫在那上面 要是見面的時候就拿給我看 就見不著的時候就寫 然後呢拿給我看 然後我呢再也給他寫回 然後這個本子就在我這兒了 然後我再寫一遍 在下見面的時候就給他 然後他又寫這樣 王小波在情書中寫道 但願我和你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我和你就像兩個小孩 圍著一個神秘的果醬罐 一點一點地嚐著它 看裡面有多少的甜 他那種充沛的感情 他的那種淋漓盡致的那種表達 那種這是非常難得的 我覺得人能夠一輩子能經歷一下 這個是非常幸運的 每次只要李銀河打開自己 用幾年心血寫下的這本 關於男同性戀的書時 他總免不了要提到王小波的名字 關於男同性戀的這個社會學調查 其中呢也有幾段是他寫的 就是比如說拔和序 還有就是其中有一些那個個案的 就是那種個案的這種敘述啊 一個就是跟一些不願意跟我談的 就很個別的那個那個很年輕的男同性戀者 談另外呢就是跑到那個 你看這上不是有一些照片嗎 對這些照片都是他照的 這些照片跑到那個同性戀的一些活動的地點啊 由同性戀者帶著去拍了一些照片 然後就是他們比較經常活動的一些帶有綠地的這個公共廁所啊 他還上裡頭去拍了一些那個就是廁所文學 什麼打油絲啦什麼一些畫啦 這些東西我就不太可能去做了 人家有一種理論嘛 就是說每個人他在找朋友的之前 他心裡都會有一個影子 就好像是照片的底片一樣 然後當這個人真正出現的時候 這個照片就洗出來了 大概我正好是他的符合他那底片吧 正好是他那洗出來的照片 在創作和學術研究中 李銀河追求嚴謹的學術邏輯 而王小波卻有著豐富的想像力 他的作品充滿幻想 嚴肅的學者和浪漫騎士 古怪的結成了同盟 丈夫去世後許多年 李銀河想起來還是十分感慨 他現在會有很多 是說 李銀河的最能感應 handled好嗎 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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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你們